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熟悉刺客567的小伙伴都知道 当初主角阿七在成为暗影刺客的时候只有15岁 并且是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加入的 因此让所有人非常不满 所以赤牙才会去挑战他 虽然主角当时的剑术技巧很强 但是经验和武器都很差劲 所以清风才会建议他去拿魔刀千人 而主角在取得魔刀千人之后 确实很不一样了 直接从打赢赤牙的小菜鸟 一路飙升到最强暗影刺客 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靠着魔刀才变成了如今的天下第一 那么说到魔刀 这又是一个谜题 从清风的表现来看 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下落 为什么没人要呢 而事实上不是没人要 而是没人能要 因为我们知道魔刀的与众不同 他已经产生了守护灵 在刀上 常年蹲着一只猴子 只要感知到有人靠近 就会暴起杀人 而主角之所以能这么轻松地拿到他 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实力 因此就要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了 那就是魔刀本身 就是给主角准备的 否则不可能那么轻松地拿走他 这也注定了阿吉士主角 而清风得知真相后 也是惹不起呀 而大家这次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